注意注意,你的知识已上线 在一段感情里,两个人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在聊天 那想要抓住女生的口味呢 兄弟们就得学会听懂女生的潜台词 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在女生对你有意思的时候呢 要加油努力,挺进大别山 在女生对你没有意思的时候呢 也要知难而退 所以今天叶子呢,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 女生在聊天中的一些潜台词究竟是代表什么意思 首先,入门篇 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 无聊吗? 如果你在,那就不无聊 如果你不在,那就很无聊 怎么样兄弟们,你们在跟女生聊天的时候 有没有听见过女生说这句话呢 这句话的潜台词呢,其实就是在说 明天我休息哦,明天我没事做哦 你可以来约我哦 但是就有很多的兄弟读不懂啊 那其实生活中呢,有很多类似的话 比如像什么,明天我休息 明天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明天该干嘛呢,等等啊 其实这些话的潜台词都是在说 我们可以有一场约会 兄弟们你要知道啊 女生嘛,在约会这件事情上是不好主动的啊 尤其是当你们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 无论处于哪种考虑 让她把约会这两个字说出口呢 那都是男上加男的事情 如果说这个女生她对你有意思 她们一般会选择用一些 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 或者是话来对你进行暗示 你能不能读懂类似的暗示 就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了 所以当女生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啥也别说了,约她 好,这是入门片 接下来说说进阶片 那你先去忙吧 兄弟们,当女生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恭喜你啊 你成功地错过了一个跟女生畅聊的机会 这个时候女生的心里会想 就你忙啊,谁不忙啊 我都放弃追剧来找你聊天了 你就不能陪我一下吗 真是气死了 我跟你说 女生她主动来找你聊天 那肯定是因为她想你了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在忙 然后呢忽略的跟她聊天 那我告诉你啊 你完蛋了 她生气了 估计她以后呢都不会再找你聊天了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赶紧放下手里的游戏去陪她呀 去找她聊天哪 这才是你该做的事情啊 那接下来说说高阶片 我没事 如果说在聊天的时候 女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问她没事吧 她回复你 我没事 我告诉你啊 干巴巴的三个字一定是不正常的表现 如果这个时候你回答 你没事就好 那我跟你说 那你基本上就要被轰出局了 你就凉凉了 女生的我没事 等于我有事 等于你快来哄我 等于我现在很委屈 所以这个时候是你攻克她心理防线的最佳时机 千万不要对她说什么 你明明有事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这种侵略性太强了 所以你可以温和一点的对她说 我只是不想让你有委屈憋在心里 等你想说了可以说给我听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 这样询问性的语气和温和的话语 容易让女生产生依赖的感觉 等到她对你诉说完委屈之后 那你们的关系呢 也会更进一步了 那其他总的来说呢 想要拿下一个女生读懂她的潜台词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兄弟们 如果女生跟你说 你在干嘛呢 兄弟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可以把你们的答案呢 打在评论区 我会检查的哟 好啦 今天就落到这了 下期见